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SCCB总线 那么通过上面对7670的了解 我们知道SCCB总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东西在这里边 我们会依赖它去控制7670 所以有必要去学习这个SCCB总线 那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获得它的一个概念 SCCB总线是和iPhoneC类似的一个协议 那如果你学过iPhoneC的话 我相信对SCCB也是相当了解的 至少学起来也不是很空难 当然在这里边我首先要声明了一点 它们俩只是一个类似的并不是完全相同 那么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本来我又不想打字是吧 我就把这段话想从其他地方来拷披过来 我从百度百科上找到这么一段话 我发现它这写了一个相同 它不是类似是相同 但很明显也是一个错误 这两个东西是绝对不相同的 仅仅是类似一样 你不能说两个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 你就说它相同了 那是不一样的 没有办法取代的时候 那既然说类似呢 其实这时候你可以猜出来 它有几根线了 那下面有一个模型给大家列出来了 这个是三线的模型 这个1大家能看 1是一个使能对吧 任何地方它都是使能 C这是一个clock 我们iPhone C里边也有clock是吧 D是一个data 那在iPhone C里边也有一个data 那如果我扁击了上面这条控制线的话 我们会看到 下面这两条时钟和数据呢 和iPhone C是一模一样的 那从外部构造上看到它们几乎是差不多的 那其实里边呢也是差不多的 SCP总线呢 目前它制成的是100KB 或者是400KB的传送速度 同时呢 它会有两种的地址格式 从设备地址 第一个是我们知道 在iPhone C里边呢 也会有从设备地址是吧 在这里边也是啊 我们知道这个从设备地址呢 而且是高区位是一个地址呢 那最后一面呢 是一个读或写 那在SCP和iPhone C里边呢 这两点呢 差不多 所以说它相似 那么还有一种格式呢 就是它的另外一种地址方式啊 那另外一种地址呢 它其实是一个寄存器的地址 我们除了要找到这个设备的地址 从这条线找到哪条设备 还要找到设备里边的寄存器 那么这个设备会有N个寄存器 你要指挥我的某一个器官 要写到最后的地址 所以这里边会有两种地址 内部寄存器地址 那从概念上来看呢 这个SCP和iPhone C呢 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再看个时序 到底是如何的 既然说差不多呢 想想iPhone C是什么样 那么大家学到这呢 应该会知道iPhone C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在iPhone C里边呢 是有一个东西叫起始信号 对吧 那在SCP里边也有起始信号 大家可以对比的来学一下 那回想一下 这个iPhone C的起始信号 是一个什么样的 大家不要别学别忘了是吧 那学一点就试一点 不要学了半天又忘了是吧 最起码看到这个货你会认识 那在这里把起始信号 当然这个始能我们就略过了 我们把始能信号去掉 什么叫起始信号呢 在clock为高的时候 我们把data从高拉到低 这个就会叫起始信号 那iPhone C也是这么做的是吧 在clock等于高的时候 把data从高拉到低 那为什么我会把上面这条线 给忽略掉呢 那其实我们这个OV7670模块 它虽然是SCP总线的 但它采用的是两线值 它把上面的始能信号去掉了 因为为了省地方 这个始能信号没有必要 既然我要使用它 它肯定就处于始能状态了 所以这些信号没用了 就剩下一个两线的机制 所以我会告诉你 这个SCP呢 会介入一个iPhone C 这也是个原因啊 那么除了起始信号呢 我们知道还有个结束信号呢 那再想想你的iPhone C的结束信号 同样的我们知道 这个iPhone C总线呢 它的规律就是起始和结束信号呢 一定是SCL这个信号跌平呢 在高处 然后我们的data发生了一个改变 对吧 那么data从1到0呢 是其实那反过来 从0到1 它就是一个结束 当然这两个信号的要求是 SCL是一个高跌平状态啊 再往下呢 是一个数据的传输过程 那我们再回想一下iPhone C啊 我这里有没有打iPhone C这个刻件 你在自己脑子里边过一下 iPhone C的数据传输过程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在SCL 也就是它的信号 为高的时候不允许改变 然后呢信号为低的时候 才允许你的data发生改变 这是它整体的一个数据传输的过程 那其实在这里边 SCCB也是一样的啊 整个数据传输的过程中 对SCCB来说呢 它的信号线为低的时候 数据线可以发生改变 信号线为高的时候 数据线绝对不允许啊 一旦在信号为高的时候 数据发生改变 那不是起始就是结束的 接下来我们看具体它的这一个 传输过程是如何传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数据的写入过程 那么想一下数据的写入是从哪传哪 我是什么意思 数据的写入是从主机到重机啊 主到重的意思 也就意味着从我们的STMXR到你的OV7670 这个叫数据的写入过程 那么往重机写数据 要哪几个过程 这个时候其实即使你不记得iPhoneC 你也应该清楚啊 有这么几个过程 首先我们知道重机是有N个是吧 可以有N个重机的 所以第一步要发送一个重机的地址 找地址 大家看到第一个数据是不发地址 那第二个数据是什么 我们找到的重机以后呢 有重机里边有好几个寄存器是吧 好几个部件 你要控制哪一个 所以第二步呢 是重机里边的寄存器地址 这里边他把它叫做subaddress 那找到了地址以后 就来到了数据是吧 我定位好了以后就来到了data 所以第三个要发送的是data 这是我们向重机写数据 大体的一个实际过程 那么具体这里边 我们再往细抛了以后 这个id address 比如说这个address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address和iPhoneC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是两条线对吧 一个scl 一个sda 而我们的address是什么 八位的对吧 那么八位数据发送的过程 用一条线发 这个很明显叫什么 串行是吧 串行就有一个问题 是msb再切还是lsb再切 那么在我们这个里边啊 msb再切 这是它发送的一个格式 然后对于地址的 我们知道这个 它是七位 七位是地址 还有一位是什么 还有一位是读和写 对吧 读或者写 这个和iPhoneC是一样的 你回想一下 iPhoneC是不是要这样的 重机地址其实是七位 那么最后一位呢 它是读和写的过程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差是吧 这还有个差是什么 这个差是don't care的意思啊 don't care 第九位 而这个第九位呢 不是由重机过去的 不是由主机过去 而是由重机反过来的 don't care 由重机来反过来 这手写了一个字啊 0代表传输结束 1代表传输没有结束 那这个数据整体的传输过程 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 我给大家画个图啊 发送八位的数据啊 左边是主机 右边是重机啊 发送八位数据以后 然后呢 重机会返回一位的数据啊 是一个类似于 应答的信号啊 而这个信号 我们把它叫做don't care 由重机产生的 0代表传输结束 因为我们知道 比如说我们先发一个地址的 发完以后呢 重机要给你一个应答 那么1呢 代表是没有结束 0是结束的 然后我们再发一个八位的地址 是吧 又一个八位地址 这个地址呢 是寄存器地址 最后呢 我们重机又会返回一个信号啊 又会返回一个信号 当然 实际应该返回0才是正确 是吧 然后接下来再发 那么下一个八位 这是什么 是data了 是吧 发完data以后呢 重机造样 还会有一个don't care啊 所以这个数据 整个传输的过程 主机给重机写数据啊 每次传的是9位 这是9位数据啊 其中八位呢 是从主机发到重机的 到底是地址还是数据 这个看具体时序呢 那么最后一位呢 是重机的返回 把它叫做don't care 0是结束 1是没有结束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这是一个发送数据的过程 那再往下我们再看一个 那既然我们主机 可以给重机发数据 那重机当然也可以 给主机发数据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叫做主机接收 是吧 我们看主机接收 怎么收 是吧 主机接收 大家再回想一下 应该怎么做 首先还是第一步 重机地址 是不是地址呢 所以在这个主机收啊 主机在收数据过程中 我们首先主机要发一个什么 重机地址是吧 要发一个重机地址 那么发的过程中呢 还是七位的地址 一位的读或写 你知道啊 这个时候这一位的读或写 是什么 这还有一个读写信号 对吧 R或者W 这个时候呢 它应该是什么 是读的意思是吧 读还是写啊 这个时候应该是写的意思是吧 我们要写一个地址进去是吧 那么我发完一个地址以后 再发一个 再发一个是什么 寄重器的地址是吧 我们找到了重机 再找寄重器 当然这里边 don't care还是有的啊 还是有个don't care产生的 接下来 我们找到了重机 给重机打个招呼 我跟你收一个数据是吧 然后再往下呢 是重机给主机发数据是吧 发八位的数据 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 在发八位的数据之前呢 还需要发一个地址过来啊 你还是要找到重机的地址 这个和iPhoneC是一模一样的啊 最后才是能传你这个八位的数据 那么上面这三步呢 都是类似于一个写的过程是吧 写的过程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 八位的写 然后有一位的重机 don't care为给你过来 那么重机给主机具体传 最后一个data的时候啊 传data的时候怎么传 我们看到最后边站有个na是吧 那么他传完data呢 主机团要给你一个应答啊 要给你一个应答na 那所以最后这个地方 这也是九位的数据啊 除了八位的data以后 还有一个na 那这个na呢 必须是高电频啊 na必须是高电频 这是我们主机 接收数据的过程 那我们翻回来再瞧一瞧 这个sccb首先呢有起始信号 在这个scl为高电频期间呢 data从高到低叫起始了 data从低到高 这个叫结束 然后再补充一点是我们这个 总线呢都有空闲状态是吧 空闲状态大家猜一猜 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scl和data啊 都是高电频 这种状态呢叫空闲状态 当然最主要还是一个数据的传输 我们在数据传输过程中 首先是主机向重击发数据啊 那么向重击写数据的过程中呢 首先要写一个重击地址 写完以后呢 这儿会有一位啊 是一个don't care位第九位 有重击给你发过来 告诉你有没有传输完成 然后再传一个寄存机地址 然后重击再做一个应答 最后我们发数据 发完数据重击还是应答 这是主机写数据的过程 那么主机读数据的过程 稍微有一点麻烦 当然和iPhoneZ还是差不多的 首先呢发重击地址 再发一个寄存器 第二步再发一个重击地址 然后呢 重击才给你发一个数据啊 那么重击发数据过程中呢 我们主机也会有一个NA信号啊 主机也会有NA信号 NA呢是一个高电频 那我们给大家把这个 镜头画的代表数据传送的方向 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那这几个都一样 是吧 数据是这么传的 最后一个呢 是这样的 然后主机给了一个应答 是吧 这是我们的ICCB总线 和iPhoneC差不多 但是是有区别的 大家下去呢 去想一下啊 也是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作业 iPhoneC和SCCB 有什么区别 那如果你能说出 它有什么区别 证明你对这个总线 已经理解到非常透彻了 那提示一下 就是在这个 Don't Care这一位啊 起始和结束信号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一位 或者在这一位 有一点不一样 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谢谢大家